百年间人们的生活用品有多精致 1940年代的女性保持身材 主要靠这种特别设备 站在气线上不动会被来回录 不同部位不同录法 原理类似电动按摩仪 带动身体脂肪颤动 那时候人们坚信这样不累不出汗就能苗条 那时算是一种十分时髦的锻炼方式 1960年伦敦塞普拉斯俱乐部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时装秀 主角是体现木偶 木偶穿的衣服都是这一件衣服的缩绍版 发型 妆容 鞋子 甚至饰品 都要跟衣服搭配起来 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 操纵者还会牵着木偶跟观众互动 1940年代设计师做的晚礼服 即便现在看也很是漂亮 优雅 满满的高级感 凸显腰身 凸显脖梗锁骨 采用漂移布料 长度拖地 但又不会千片于绿 也没有刻意露大面积皮肤 各有各的特点 这段拍摄于约1963年的视频 记录了约14世纪至18世纪的眼睛设计 常规款式 携带方面的折叠款式 夹在鼻梁上的 可以放兜里的 手持的 对整体造型起到装饰作用 各种精妙的心思都有 那时的创造心思层出不穷 几十年前下雨的时候 也是女士展现服饰美的机会 都是用的防水材料 既很实用 又充分融合了潮流元素 这些是由1952年 法国设计师皮埃尔·巴尔曼设计 如果不是特别看材质 日常穿也很好看